我們之前拍過我這個房子 交屋的時候 然後還有每半年 我會看我有什麼好東西可以分享給大家 然後這個房子使用起來 有沒有什麼地方有問題 那應該很多人都知道我的房子是 一個大西塞 所謂大西塞就是正西方 看過去就是太陽下去的時候 剛好就是那個方向 那因為我這個房子有一個動具非常長 所以只要遇到太陽西塞的時候 它的陽光是直接射進來 這個房子冷房效果就會很差 所以我冷氣當時有加大頓數 那加大頓數只是讓我們 這個空間比較沒有那麼熱 那實際上紙外線照進來 還是會破壞很多這個家具 像我這個全部是裝潢 家具還有這些木頭可能都會被曬壞 所以一般人都是拉窗簾 可是拉窗簾就失去了這個景觀的一個 你買這個房子就是為了這個景觀 然後再來就拉窗簾 你的房子就會暗 你就必須開燈 那這樣子你住在你這個窗 你買的有這個陽台的意義是什麼呢 所以上次呢 我們大概一年前吧 就是去年夏天的時候 我們請我們的好朋友 阿哲 節燈隔熱紙 他們專門在做這個隔熱紙的部分 那因為這個是普通的玻璃 它沒有low-1的 我覺得就算low-1也可以來裝這個隔熱紙 效果非常好 裝完以後其實它也沒有特別的暗 然後也不太會反光 裡面外面其實你這樣看透光度也非常好 那隔熱效果也很不錯 而且最重要的是說我這些家具家電 長期這樣鋪上很多東西都會很快就壞掉 會脫膠 主要是這兩面西面我都有裝 那時候以為說只有西曬會有這個問題 但其實一個房子有四個面 有西曬就有東照 大家看一下這我女兒的房間 早上起來的時候 簡直就是可以拿來曬棉被了 可以曬棉被 超級熱 現在早上已經9點快10點了 太陽已經升到上面 所以照下來只有這麼一點點 早上剛起來的時候 因為它也是無限動具 我這房子前後都無限動具 所以變成說 這個早上起床的時候 這邊照進來是整間房間都是陽光 被我女兒抱怨了很多 所以它只能一直把這個窗簾拉下來 但這個也不是 我們買這個房子就是喜歡這種通透的感覺 結果都要把窗簾拉下來 那等於是浪費 所以我今天又找我們那個捷燈的阿哲 來幫我們連這個東照的這一面一起施坐 大家看 已經在路上 等一下下去接他們了 等一下 阿哲 好久不見了 好久不見了 夏天正是你們的旺季 我們社區這個剛好也可以請你來看一下 可以啊 因為我房間的 我客廳的面向是面西方 所以我們大廳的面向也是面西方 所以這整面都是透明玻璃 那到了下午大概兩三點左右 它一樣會整個太陽曬進來 這一區的冷氣呢 效果就不好 像坐在這個沙發這一區 太陽就直接照進來 超熱 那這個沙發是不是晒久也會有問題 這肯定的阿 嗯 這有些皮革都會晒到變色 皮革晒到變色 對阿 或是配色龜裂都會阿 好像我們那邊有這個燈已經晒到變色了 你看 這個顏色跟這個顏色不一樣 對阿 所以 紙外線的傷害還是挺大的 沒關係 這個我們到時候再跟管委會報告看看 先去處理我的房子 好啊 來 到了 那因為我這個樓層是頂樓加西塞 所以 效果 又更明顯 熱的感覺更明顯 像你之前幫我貼這邊 對 我們這一年的感覺就差異很大 跟之前差異很大 然後 像我這個是屬於比較透明對不對 對 透光大概40% 40% 所以假設說要讓它效果更好 就是它透光度再更低就對了 對但是更深的話 我覺得會犧牲掉這個景觀 我通常不建議 你有這個景觀的話 我就不建議你貼太深 買這個房子就是因為這 而且重點是 這樣子採光也會比較好 如果說貼太暗的話 有時候陰天整間就暗了 你會永遠像陰天 對對對 永遠像陰天 那我們這一間是在這裡 來來來來看 我這邊是西邊 那這邊是東邊 現在早上 剛好塞進來 現在已經算少了 早上大概6點 5、6點的時候整間都是 你如果沒有拉窗簾的話 整間都是 就是很 很溫暖的太陽 很熱什麼很溫暖 那個跟毒 太毒了 所以我才想說再請你過來幫我 把這一面牆也封起來這樣 會比較好 簡單啦 那這一邊你建議怎麼貼 因為這邊的景觀 這邊也是有景觀 但是這邊是屬於房間 房間喔 其實高樓層我還是建議說 不要貼太深 除非是真的到已經不舒服了 但是不舒服 但是貼太深 就像我剛剛講的 外觀好像早上起來 永遠是像銀貼相 所以是一樣那些 我一樣幫你 就像我們選的透光40% 對 跟客廳那個顏色差不多 好 那因為這一段時間 太多人問我一個問題 就說 不過貼個玻璃紙而已 怎麼價格這麼貴啊 價格 這否則自己 我雖然覺得很超值 就是很一定要做 可是我還是覺得 那個價格 落差太大 我有一點confused 原因是什麼 好原因 第一個原物料 還有產地 還有品牌 行銷 但是在我們手上的成本 完全是不一樣的 還有加上我們的施工 售後服務 你是說 各個品牌 它本來就有一定的價差 基本都有 像我們去外面貼格熱紙 有的前檔一片兩千三千 有的一片兩萬三萬 對 一片前檔工玻璃 小小的一片 那為什麼落差會這麼大 這個就是它的技術 還有它的材質 還有 就像你這個 像我長時間 我都有自己帶你一些格熱紙 就是 常常遇到像你這種客人 就是說 為什麼大品牌的價格那麼高 我不是這種客人 我一定用好貨 為什麼價格那麼高 但是我心裡想 這是我未來的目標 我也希望說 其實很平價很平易進來的格熱紙 效果就很好了 所以我自己有帶你一些格熱紙 你自己有自己的品牌 對 沒關係我們 就這一次來測試一下 它的整個效果怎麼樣 剛剛阿澤進來了我們這個房間以後 他說光站在這裡 都可以明顯感受到這個太陽的熱度 然後摸這個 都是燙的 然後旁邊這些 這玻璃全部是燙的 所以我們這應該算蠻嚴重 非常嚴重 你們光這個都幫我們保護的這麼 全部都幫我們保護好 好像要討漆的感覺 要噴漆 趁阿澤他們在處理這個格熱膜的時候 我們來介紹一下 我們這半年多來又增加了什麼寶貝 大家可以看到 這也是一台這個 空氣清淨機 對不對 然後 那邊又有一台空氣清淨機 對不對 然後 廚房 也有一台空氣清淨機 對不對 也就是說 其實現在空氣品質 越來越不好 PM2.5越來越嚴重 所以呢 其實我建議大家 家裡還是要常備這種空氣清淨機 而且現在空氣清淨機 它都是裡面有內建微電腦 micron 就是 它可以自己控制它的強度 像它PM2.5如果超過多少 像我們現在空氣品質是PM2.5只有6而已 所以它就是溫溫的風 類似這樣子 那這台 德國的Saba 空氣清淨機 它還有一個特別 就是它有UV燈 也就是說現在我們病毒很嚴重 UV燈可以降低這個病毒的重活率 那它會自動偵測現在的空氣品質 像我一進來 這個粉層增加了以後 它PM2.5馬上就增加 濕度它也會顯示 效果還不錯 就是分享給大家 如果有興趣可以下面有連結 那走進來的這一個以後呢 有沒有看到這個 唐姆森廚房殺菌機 像我們這邊鍋碗瓢盆這樣放 很容易產生細菌 那像這種筷子要放到嘴巴裡面的 這個就很麻煩 那菜刀勒 這個 這個殺菌機呢 不只可以烘乾以外 它還有紫外線 所以效果非常好 還有砧板 砧板不可能放到烘碗機裡面去吧 非常方便 你來看一下 我剛好有帶一些儀器 先測量給你 你還帶儀器 這什麼東西 我覺得對啦 還是要讓你清楚知道 確定的數據 上面這個就很像IR 我們講的測隔熱敘數 隔熱敘數 我們講的950以前要短波 然後 下面這個是透光率 透光率 對那今天要幫你貼的隔熱紙 是這一張啊 有點像接近 它有點像淡淡的顏色 淡淡的顏色 對它隔熱效果還不錯 好 我們看一下 我們下次放下去它就會測量了 喔 馬上降下來 對變8.2 這個意思是說 有點像說我們100去泡掉8.2 所以隔熱率有大概要 究竟91 92% 那下面這個是透光 30% 隔熱率有90幾% 對 這是短波的部分 到950 對 隔長到950 然後 我們的切換 切換到1400 上面比較切換1400 所以隔熱的效果到95% 如果1400 對 那下面是透度 透光率 透光率36% 對 超光線的穿透率 所以越高越透明嗎 還是 對 所以我們這個是大概 35%左右 是的 35%大概也會跟這個差不多 對就是跟你的差不多 淡淡的顏色 太好了 有數據 佐證會比較好 大家自己搜尋 節燈隔熱紙 儀器特別多 那我們就繼續把這個 這一年來半年多來增加了配備 跟大家講 因為現在每個人的家裡 空間都有限 你又不能放很多台 比如說你放個烤箱 放微波爐就滿了 你如果要再放個什麼電鍋 或者氣炸鍋 那個是不是 就會佔到更多的空間 所以現在呢 湯姆森這一台叫做氣炸烤箱 它是結合烤箱還有氣炸鍋的功能 它把所有的這個編層呢 全部都已經弄在上面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有氣炸鍋 然後又希望說烤箱也能夠一起 可以考慮這一台 這一台 我用起來我們現在很常用這個東西 用這一台氣炸烤箱 然後我們再繼續看 因為前陣子不是有發生火災嗎 所以我建議大家呢 在家裡也可以放一個一些必備的東西 像這個 這個雖然不太有機會用 最好也不要用到 但是我們最好是家裡必備一個滅火器 因為外面也有滅火器 但是住家裡面 如果真的發生意外 再跑出去可能來不及 所以家裡必備一個滅火器 而且放在你知道馬上看得到的地方 因為我們這個房子的冷氣 它是屬於這種吊影式的冷氣 吊影式冷氣就是它的風向是沒辦法調整 像我們這個就固定 從那邊這樣吹過來 吹過來以後這邊很冷 這邊很涼 可是坐在沙發這邊就不涼了 這個就是吊影式冷氣的一個缺點 所以這時候你就必備這一台 德國藍寶的3D循環扇 現在用遙控器把它啟動 它有個特別的地方就是它可以3D 就風這樣吹過來 它可以把冷空氣帶到任何的地方 各個區域各個角落都不放過 你看它這樣轉 然後它當然也可以選擇不要3D的 只有左右的 它還有遙控器 超方便 坐在這邊 直接就可以這樣子 雖然小 不大台 可是不佔空間 然後風量又特別的夠 分享給大家 有興趣的也可以參考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桌上 放了這兩台對不對 這一個是德國沙發的順熱型的開影機 它裡面還有濾心 裡面有一個濾心 然後它的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 因為有了這一台 我特別常在家裡喝或泡茶喝咖啡 它可以選擇溫度 你要選65度 75度 85度 95度 或100度 0度 就是一般溫度的水 然後 如果設定55度 然後水量 我們可以設定100ml 200ml 讓它出來 到了200ml 它就自己會關 就是自己會停止在出水 非常方便 所以你泡茶泡咖啡 有這一台 就不用煮水 像我們以前用這個湯姆森這個 這個也不錯用 它可以有45度 50度 60度 你可以設定它的溫度還有時間 可以在裡面熬煮的時間 可是就是必須等 那這個順熱型 就是瞬間它就到那個溫度 有了那一台以後 特別常泡茶跟喝咖啡 因為晚上 山哥喜歡這樣看電影的時候 燈是關掉的 那頂多就開著那個燈 然後帶著那個耳機 這樣子 不覺得很愜意嗎 可是因為太暗 你又覺得電視太亮 會傷害眼睛 會擔心 所以呢 這個是BenQ的一個掛燈 這個我沒有賣 但是我覺得還不錯 它這個只要我這樣一按 它就亮了有沒有 那這一塊的區域 它的亮度就會很很夠 然後它不會刺眼 它也不會造成反光 非常的不錯 我覺得掛在這個電視上面 剛好又接電視的USB 只要你開電視它就亮 還不錯吧 這個房子最大的一個賣點的 就是這一個景觀跟陽台 我到現在還是覺得 這個人造草皮還有這個網紅牆 非常的棒 就是讓你的陽台不會看起來粉塵很多 而且不會這麼單調 那我最近又加了這一株 這雞蛋花 都不開花 但是整個綠意盎然的 感覺也非常好 廁所來看一下 這個廁所呢 這今年呢 有多了兩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湯姆森的 這個小功率 除濕機 因為廁所常常會有這種 發霉的狀況 或比較潮濕的狀況 那我們這台湯姆森除濕機呢 它會自動偵測 只要濕度 低於50它就停止 高於50它就會打開 然後它讓這個浴室的整個狀況 是看起來比較不會這麼潮濕的 然後又看到這個湯姆森 我們叫做湯姆森的東西 湯姆森的這個吹風機 非常的有質感 有沒有 這麼小 一般吹風機都阿嬤牌的 什麼滑桂牌那種 超大 那這個特色是什麼 它是用類似那種吸塵器的那種馬達 很多這種SALON都用這一支 這一支SALON或外面在賣 價格非常高 有興趣可以看一下下方的連結 我們打開來看一下 風量非常大 它可以選擇風量的大小 你看我這樣吹 這麼遠它也是 有沒有 然後它也可以選擇溫度 這邊溫度可以選擇 最重要的是 它後面有一個濾網 你可以針對這個濾網去做清洗 很多這種吹風機用久了以後 橫黏污夠非常的多 然後 這個如果有興趣呢 可以 可以參考一下 所以 所以還OK嗎 還可以嗎 現在貼好了 右邊這邊貼好了 你要看一下嗎 已經貼好一邊 我怎麼覺得差不多 真的有貼嗎 是啊 這個是貼的 這個沒貼 靠近一點 真的有差耶 這邊感覺熱 這邊就沒什麼感覺 真的差很多耶 所以你只要幫我貼這邊 兩邊都要貼 錢花下去就是要有效果 比對一下 就是它的亮度沒有差異太大 差別沒有很大 差別沒有很大 那住頂樓呢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除了會熱這個問題以外 還有一個很多人很在意的點 就是 怕會漏水 那其實漏水這個問題 我要買這房子之前 就已經有做過一點功課了 漏水是 可能也是運氣的問題 有些人住了一輩子也沒漏水 有些人呢 他一買就漏水 所以我覺得幾個點 就是你要交屋的時候 你一定要看每一個角落 因為那時候天花板還沒封嘛 你不要說這個好像粉刷的痕跡 你都看不出來 最好是找認識的 然後比較熟悉這些東西的人 來幫你看 然後如果你住進來了以後呢 什麼時候下雨 你沒辦法去管控 但是你可以去觀察一個東西 我們直接到頂樓上來 這是我們社區的頂樓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頂樓是一個開放式的一個空中花園 就是疫情的時候 這個空中花園非常好 所以住頂樓有一個好處就是 這個花園幾乎沒有人會上來啦 只有住頂樓的人才會上來 所以住頂樓其實有很多好處 所以只要多注意一些 應該注意的地方 比如說熱 熱的部分就是 冷氣到時候你要裝的時候 多加大一級或兩級 這個是第一個 其實加大一級兩級 應該是沒差多少錢 至少我那個 那時候我覺得這樣加大是蠻值得 第二個是你可以像剛剛我們請阿澤他們 捷燈他們來安裝這個隔熱膜 效果非常好 接下來就漏水的問題 除了要交屋之前你去驗屋 你一定要驗清楚 再來就是頂樓你千萬不要讓它積水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一些落水口 像這種落水口 有沒有那邊有落水口 我這一間是沒有漏水 可是剛買大概半年一年的時候 下雨天我上來頂樓看 那邊那些路的水口其實都不是很通 就是流的速度很慢 所以我就跟管委會報告這件事情 那管委會就趕快請人來疏通 那就沒有 現在就已經都通好了 那這個會造成什麼 你現在水如果積在這邊 它如果快速的排掉排到排水口 那它不會在上面停流 它就比較少機率會往下滲 就是假設它流的速度非常快 其實它是大幅的降低 它往下滲的機率 大家了解嗎 所以如果你要在意 非常在意頂樓會不會漏水 先來看你頂樓有沒有積水 假設有積水 那它漏水的機率就會大幅的提升 所以大家可以多關注一下 多關心一下 如果你是住頂樓的人 你要看一下頂樓有沒有積水 那些落水口到底通不通啊 然後最後就是這個東西 其實我當時在裝這個電池鎖的時候 我沒有去做比較 也沒有去做研究 然後就覺得說 反正設計師推薦什麼 我們就裝什麼 那但是你看 我這才用多久 一年一年半左右吧 它都整個都刮傷退色了有沒有 然後最重要的是 有沒有 我覺得很不紮實 因為這個是我們自己住的房子 我們很怕被鎖在裡面 或者是外面 這一個外面也是一樣 大家可以看 這不是鎖不緊 它本身的結構 就不是這麼的精密 所以後來就是我工作室那邊 有裝一個電子鎖 如果大家可以看一下右上方 我安裝的那個過程 它的鎖夾是不鏽鋼的 所以堅固多了 你在搬那個手把的時候 可以非常非常明顯感受到 那個扎實度 台灣製造就不一樣了 當然價格的部分見仁見智 但是有些人覺得說台灣製造應該就是要跟大陸一樣便宜 但是這是我們家的大門 我現在都想要把這個換掉 但是才用一年多換掉有一點浪費 所以現在就是在等看看過一段時間 我也想把它換掉 就是換成比較扎實 因為一用就是一輩子 那你多花個幾千塊 那又怎麼樣呢 是不是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比較不會被怕被鎖在裡面 不管有沒有被鎖在裡面 你就比較不怕 是不是 那我就看一下他們弄得怎麼樣 還OK嗎 還OK 現在在做最後的整理就對了 對 好耶 那我看你手上好像又拿了一個什麼東西 你儀器很多耶 沒有啊 這也是要測給消費者看 這是什麼東西 IR 對我們講紅外線 是不是有的人是測那一張紙給你 可是他裝上去不是這一張 有沒有這種 講ATB 就是我們以前石門活魚 我要這一尾兩千 結果他組出來是另外一尾 石門活魚的故事 大家應該常聽 你看他現在陽光直接曬進來 你看我手就知道 超熱 你看他的儀器現在是多少 現在是38.2 382左右 382 對 那我389 好 然後把它換起來 一直拉起來 哇馬上變7.9耶 對 38多變7點多 這是什麼儀器 這是測量 測量紅外線 測量紅外線 紅外線就跟這有關 對 一打開馬上變40幾了 就變成400 400 對 然後再關起來 喔 這邊 7.9 7.4 6.7 所以還是有 等一下 這一片也要試試一下 對不對 好 等一下 這邊是7 6 好 那一打開 喔 真的耶 可是 效果是很不錯 沒錯 可是 你看他拿這個 我是知道效果 可是現在效果很好 會不會兩個月後效果就不好 這個有沒有保固啊 有啊 像我們這 假設我們的產品都提供10年保固 真的假的 10年保固 10年後你還要回來看有沒有 這個效果是不是 10年保固 好像真的變得比較不熱了耶 會有些客人說 有感覺 有些客人說體感可能不準 可能就是要準備一些儀器 體感不準 就有些人他可能就算 已經火 那個打火機已經燒到他的肉了 他還覺得不燙 他還覺得不燙 那像我們就是很敏感 就是有一點點改變 我就有感 那像他拿機器更準確 更精切 這個就是直接用機器量測 我們比較不會有一些有的沒的爭議 做完就馬上就有感 太棒了 我這一次這樣子 我會跟我們管委會 稍微的建議一下說 我們那個大樓大廳的那個落地窗 這樣降低大家的那個冷氣 冷氣費 其實大家都有這個觀念的話 其實冷氣根本消耗不會那麼大 現在消耗很大 電費 電費很貴 要漲價了 薪水也不是說要漲嗎 是 記得跟老闆要錢 還是都要漲 都要漲 我們今天就是感謝我們阿澤 我們剛剛這一片 阿澤就說 如果是我們粉絲的話 會給我們一點優惠 因為這個東西 跟一般的玻璃紙不一樣 它是汽車隔熱紙那種等級 它的材質 絕對不是 很多人都說 那不是光南那種玻璃紙嗎 那一張10塊而已 這不是 你汽車檔風玻璃一片 兩萬三萬都有人在鐵 所以這個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是 這個地方會一直照 所以用好一點的又何妨 就跟那個大門的鎖一樣 我也建議大家可以考慮 這個門鎖用好一些的 那今天就是 這個除了我們阿澤的隔熱紙以外 還有一些產品 我們這半年多來增購的一些產品 有興趣的可以看一下下面的連結 那如果是對這個隔熱膜有興趣 歡迎在下面 有一個阿澤他們公司的一個表單 自己在上面寫你的需求 那他會看到 那就跟你聯絡 好不好 那我們感謝阿澤還有他的同事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